风太大了 不带这样玩的 挑战用1000个气球造房子 哈喽大家好我是方伟 有一位粉丝给我留言 方伟叔叔 你能挑战用气球做房子吗 如果你挑战成功 我让全村的人都关注你 说话算话 作为一名超级宠粉的博主 这么无你的要求 没你又不答应 出发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别墅 待会我们把气球做好了以后 放在这边非常期待 这边是我们买的所有的气球 还有冲气棒 三代条形气球 十代圆形气球 一共1600个 我们造房计划开工 外面太冷了 我们先在里面把气球打起来 翠翠负责冲气 其他人负责风口 小星星负责捣乱 一个小时过去了 整个阳台都被装满了 大概400多个气球 接下来我们先用这些气球 做房子的两个侧面 又踩破了一个 小星星你不要再破坏了好不好 对搬进去 搬进去 你让你们去玩 现在我和小燕就在阳台上 把气球系成一条线 随随他们继续打气球 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已经穿好了的气球 就像这个样子 一长条八个 房间里面还有很多 这边都是穿好的 还有这些 我们现在要把穿好的球 拼成一面墙到楼下去 走吧 扎好了的气球都在这里了 现在开始拼房子的侧面 又扎了一个 但是墙面还是很明显的 五排构成一面墙 用剪刀把这个剪下来 OK 再给它补上 搞定一面墙 继续 都被吹走了 风太大了 不要吹走 不要吹走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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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带这样玩的 好精彩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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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走吧 好那么远啊 待会还得打扫 他们在下面捡气球 天功不作美 请大家帮我们把尴尬 打在供屏上 太尴尬了 我得把外面的气球 搬到里面来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 这个别墅五点半的时候 就要关门 我们这个气球 做成这个样子了 这边是一面墙 这边是一面墙 我们想把两面墙 通过气球粘起来 但是现在风很大 不过对它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气球比较柔软 很难固定 反正是我们把事情 想得太简单了 纳米胶的粘合性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 然后有一些气球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又有一些爆炸了的 怎么办呢 要不要继续坚持下去 但是大家还在里面打气球 我不好意思 跟他们说我的想法 但是我想他们也猜到了 又是借用别人的房子 很多事情都由不得我们 再加上今天天气确实很嫩 现在是第二天 我们吸取了昨天的 失败经验以后 准备继续 固定完成 接下来用透明胶 包裹整个房子 晚上十点 四面墙以及贴好胶布 里面和外面都比较粘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 打气球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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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words i spit so sharp so freezing so cold behold frostbite they feeling i could tear you apart or i could go heal them don't believe in fake don't believe in ceilings i just need a place and my mind starts peeling i don't pace myself i grind on kneeling got lust for change i just love the feeling i ain't gonna give up got too little time i'ma live up head down push forward through the tough times cause anything we're doing is a tough climb 从难而上解决问题获得成功走上人生巅峰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帮我们点赞评论转发收藏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那个谁记得让你们村的人点关注啊